大家好 我是小二 很多小伙伴说 收到有手机之后就只能显示LTE 那么其实它是可以5G的 今天小二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是怎么卡5G的 这台是我自己用的一个备用机啊 看 这是一个13pro max 然后用的也是一个普通卡店 并不是qb卡天 这里显示新门卡一锁 然后是一个td的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怎么卡出5G 看现在显示的是LTE 我们第一步要先复制这个ICC ID 复制完之后去负货网络这里SIM卡应用程序 然后点完美ICC ID 解锁 把这个给删掉 然后粘贴上我们复制的 然后点击发送点接收 等会他会跳激活 好 现在已经跳激活 点继续 然后点这个使用蜂窝数据连接 如果是16系统的话是不使用 不使用wifi 等会他会显示这个SIM卡无效 显示SIM卡无效之后 现在还没有显示 等他显示SIM卡无效 或者说无法激活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OK SIM卡无效 然后点这个返回 然后点到软件更新已完成 紧急拨号 然后点这个紧急呼叫 把我们的卡贴按下紧或者是新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卡贴啊 OK 现在这个跳出来之后 我们再点这个12时30时专用结束 再选我们自己独立的运营商 这个是att 我就选att OK 接受之后立马锁平 锁平20秒之后 我们再开屏 然后后面他就会开屏之后就会显示5G了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卡成功了 切进于这里已经显示5G 然后4G 现在上面也是中国联通4G 你看一下同一台手机啊 还是这部小儿使用的备用机 这里还是SIM卡一手 正常 热点什么 都是正常的 OK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啥不懂的 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我都会回复的